大廚房如火如荼 正在準備小朋友的營養午餐 整個中部地區 只有苗栗國中小 回覆實體上課 但團善業者早就損失慘重 營業收入大概少了一千多萬 沒有進的話 我還是要照顧這些員工 我這算這三個禮拜 大概就要虧兩百萬 教育部準備三億預算 要搶救團善業者補貼食材成本 但不補助從業人員 業者抱怨員工薪水也要照顧 我也想要想辦法 難免一筆才能有家庭 你把他們叫他發燒就燒 就要還要吃飯 南投的國中小學 還在線上上課 團善業者搖牙苦撐 準備好的品裝牛奶 只能擺在倉庫旁 盛灰塵 你叫的東西 這個人在開玩笑 食材堆在冰箱 根本無法出貨 冷凍生鮮就算了 但業菜來水果 放到下禮拜就要全部報廢 因為已經只有停客了 所以它變得 化妝好的東西好就放著 反而是正職人員的部分 還有補助到業者 所以說我們會希望說 在部分公司人員的部分 能夠列入 補助北水車薪 業者還必須在四天前提出申請 但縣市政府都會在一週前 公佈延長線上課 補助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 暑假又快到了 團善業者等不到改善 只有無盡的疫情寒冬 借中部綜合報導